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来陪大家聊聊铜锣体验 梅心轮跟心轮 上礼拜天呢 带着群里面的家人一起去铜锣体验 那礼拜天是走到梅心轮的部分 那平日是走到心轮的部分 今天用小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在这一次铜锣体验的感受 一个月呢 我觉得去做一次铜锣 那个铜锣浴 我觉得还不做 因为它是靠铜锣的声波振动 来帮我们清理肉身 或者是帮我们身体 一般不会运动到的器官啊 细胞啊 去做一个振动的 不管是疗愈 有些人觉得很疗愈 很舒服 有些人觉得做完之后 可能下个星期的工作运都比较好 所以我自己把它当作一个月的体内环保一次 所以你们想去体验看看的话 其实上网都可以Google很多地方都有铜锣浴 今天就稍微来讲一下 不一定走到什么脉轮 你那个脉轮就一定有感觉 比如说礼拜天我们走的是眉心轮对不对 可是我那一天眉心轮却没有太大太大的感觉 就是我以为我会眉心有什么感觉 但其实没有 没有 可是是顶轮 顶轮却有很大的感觉 比如说我的顶轮 我却好像有一个大漏斗 好像一个 好像一个大吸管 就是把很好的能量吸到我的身体里面 就是感觉好像头顶一直有东西灌进来 一直有东西灌进来 灌进来我的身体里面 然后就觉得能量是一直在充电充电充电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的眉心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却顶轮有比较明显的能量吸进去肉身的感觉 全身呢舒麻 就好像有全身就在走那个 有那个低周波在垫你 就是麻麻刺刺的全身 全身都是 全身都是 所以我就享受在那样的状态下 当然画面也是有看到一些 比如说 说不出来 我无法形容那个画面什么 但是有点像万花筒 就是不同的万花筒的表现 或是几何图形的表现 那我觉得礼拜天比较特别的是 有一个神 有一尊神 不是一个神 就是其实我们上礼拜五 有陪着群里面的家人去投诚 那我们有走去不同的庙宇 里面进去看看啊拜拜啊 了解一下不同的神这样子 那就有看到这边有一双一只眼睛 在这个地方有一只眼睛大概是蓝绿色的 那我们在当地 投诚的那个当地在了解之后 了解哦原来是火神 所以呢礼拜天呢 我就看到那个 这边有一只眼睛的神来到面前这样 那我就跟他说 哎呃你有来哦 就是就跟他say hello 说哎你有来你好帅哦 这样就闭上眼睛的时候 跟他跟他跟他打招呼这样 那他点点头微微笑就就离开了 那我就知道他啊有来 从投诚来到现场 我们做铜锣浴的地方在台北 所以就说哎你有来这边跟我们一起 就很开心这样 这是我还蛮喜悦的事情 当然其实他应该不是来看我 他只是来看啊就是因为我们要去 去投诚开民宿的家人 其实那一天也有去做铜锣浴 我在想他应该是要告诉我说 他有来哦 要让那两个家人知道说 哎他有来关心他哦 但是我自己觉得礼拜天 我看到还不错的画面 当然还有一个好朋友 他但是他不让我看他的脸 他是背有点侧脸比较后面 所以我只能看到他这边 我看不到他的脸 我说你愿意让我看看你吗 他是不愿意的 那我就说那我们一起学习吧 就一起在这边学习 就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 其实每一场好像都会有遇到一些好朋友 就是我用最宽最有爱的心去接受 赤空间的一切 我不会对他们有反感 所以他们可能也比较愿意 跟我有连接到比如说让我看到 或者让我知道这样子 这是礼拜天的部分 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什么感觉 但是顶轮很发达 有很多的能量从顶轮不断不断的吸进我的肉身 第二天呢 第二天就礼拜一嘛 是走到心轮的部分 我觉得心轮的部分比较特别是 心轮大概是有点感觉 就感觉心轮这个地方好像比较阔 开阔 我讲不出来 就是感觉心轮的部分这边是有比较膨胀一点 然后呢整个肉身 因为我们是躺着嘛 就会觉得好像泡在水里面的感觉 就是躺在水里面 你幻想你躺在游泳池里面 游泳池里面哦 是可以呼吸的那一种 不是不能呼吸那种 就是躺在水里面 然后你跟着那个声波 就是铜锣的声波 我觉得我的身体会随着那个声波 一下往右挡 一下往左挡 就是其实肉身没动 但是呢意识形态可以感受到 那肉身是随着那个声波 然后震荡来震荡去 就好像在水里面 那个水里面的那个波动 带着你的身体这样摇来摇去 我觉得这还蛮不错 蛮好玩的 对我就很享受在那里 那个氛围下这样 就让它带着我的肉身 荡来荡去的 然后你也会感受到 虽然我们是闭着眼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画面 对不对 我看到的是 我说过我好像在水里面 所以我看到的好像是水面 水面 但是因为铜锣会有不同的震动 那个水面就有不同的纹路 应该说不同的连移 一直在那个水面上面这样子 就是这样荡来荡去 就是你身体可能是摇晃着 但是你看到的上面是有不同的连移在互相交错 我觉得很美很美 而且不是暗的是亮的 所以就真的很像在阳光下 阳光下但是你的人在水里面 水里面 然后比较特别是中间我会一度以为有人起来上厕所 然后很靠近 很靠近我 就是怎么讲 就好像这个人 我用这个啊 就是我躺着嘛 虽然是关小灯 但是如果在关小灯的状态下 有人这么靠近你 就是这么靠近你 你应该也可以稍微可以感受到好像有人贴近你 所以我就会一度张开眼睛 看看谁爬起来上厕所 然后想要看看我有没有有没有认真体验铜锣 当我张开来是没有人的 是没有人的 就是好几次就是感觉到有东西 有人这样这么贴近的在看我 有没有在做铜锣 认真做铜锣 对或者是我的脚好像也有 就是有人就是碰我的脚还什么之类的 就还蛮蛮特别的 这是礼拜一的部分 那当我礼拜一 我说出我的感受时 其实也有家人说对他的脚也是有被拉扯 那当然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脚下方有人 但其实没有人 因为我眼睛有几次有张开来看 因为我想说快点张开来 应该就可以看得到 但其实就是没有人 没有人真的没有人 所以呢 表示我们不是只有有肉身的家人 陪我们一起上铜锣 就是连没有肉身的好朋友也一起来上铜锣了 就觉得还蛮酷的 就是其实在次空间要给你感受的时候 真的很真很真 就好像我今天去苗栗看家人 我坐自强号下去 然后呢我想说在火车上可以小睡一下 那就是睡着就是很快就因为深层嘛 因为我放松很快 所以我很快就睡着 可是当我睡着的时候 我这边头发就感觉好像有人在拉 好像有人在拉我的头发这样 就很真 所以我就起来看一下 是有什么东西吗 但就没有 没有 然后呢 再赶快闭上去休息 想说不要浪费时间 要好好来小睡 不然待会就到苗里了 就脸上就有 好像就是有那种被水滴 好像被水滴滴到的那种很真哦 超级真的 然后就马上张开眼睛 我想说是不是有游客拿什么 有水的东西 不小心滴到我脸上这样 我还摸摸我的脸 摸摸我的脸这样 可是真的没有 没有 所以好朋友要给你感觉的时候 真的就好像在物质界 你真正的感触 但其实那个不是 他只是想让你知道他的存在而已 所以今天小小分享 你们可以听听就好 因为不一定每个人的感受是一样 也或许会有相同 也或许不一定相同 但你如果用最开阔的心 只是带着好玩的心去体验 就像来地球玩一样 就是轻松玩 然后快乐的玩 这样就好了 那有如果还没去体验过的家人 可以去体验看 我觉得还不错 我是把它当作一个月的体内环保这样 我自己啦 我自己觉得 好 今天分享要走咯 I love you Bye bye